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次上課 基本上我們就 這有點小耶 Ctrl 我再把它Ctrl加一下 放到一下 第一次的話其實基本上 重點就是把環境弄起來 因為為了讓那個環境比較快可以run 所以我們是用個懶人包 當然其實寫python的環境其實非常多 包羅萬一大堆 至少十種以上 哪一個方法比較簡單 其實我發現懶人包好像是一個蠻好的選項 只是說這個懶人包固定是要放低疊 那你低疊解壓說之後打開Spider 有沒有他自動環境就OK可以run了 這應該是目前比較簡單的一個方法 你說其他還沒有更簡單 應該有啦 像Jubyter那個就是一個網頁式的也OK啦 可是我是覺得 畢竟在網頁上面 跟在我們local 就是自己視窗環境 我覺得還是視窗感覺比較習慣一點 但是有的人習慣用Jubyter也OK啦 另外的話還有就是說那個 微軟公司推的那個Visual Studio 他因為 其實 那個QRGBT 有點像他子公司 是OpenAI開發的 雖然他 好像是不是 他也算金主啦 最大的金主 所以他現在基本上把那個 他的開發環境 Visual Studio 也直接遷入那個QRGBT 也就是說你將來可以怎麼寫 他有個Pri-In 直接 就是你直接就可以在上面 寫程式一邊寫 一邊把得到的程式碼 直接就拿過來用就好了 也就不用說你還要開 開一個網頁 然後問完之後 你要複製貼 不過我覺得好像還好 OK 至於好不好用 我是覺得 當然這個趨勢也回不去了 因為 有這種AR 而且他出來其實沒有很久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上一次懶人包部分 然後 另外的話開始寫程式 所以我們主要是瞭解 這個Pri-In 裡面最常用的那個變數 形態 形態裡面還有轉型問 因為其實 程式最容易發生錯誤的 就是你的那個形態 這個選擇錯誤 要不然就是說 你把不同型態的資料 要把它串在一起 那會發生一個錯誤 所以呢 理論上一定要記得轉型 還記得吧 最常用到 其實變數裡面最常用到的 不外乎就是那個什麼 數字 數字有沒有小數點 就是Float 符點 另外的話呢 就是文字 那文字跟數字 兩邊其實不能互通的 所以如果你假如 要把它串在一起 或是要計算 一定要轉型 轉型的話 其實有轉型的函數 那之前有跟各位提到 另外的話 我們前面有寫了一些 像那個判斷年齡的那個 成年跟未成年的那個 程式部分 那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其實我有試過耶 我就把這個需求 貼到那個 TRAP DB上面 請他幫我寫一個 這個 成年未成年的程式 我發現他還蠻厲害的 然後我有把那個 新的 內容 把它 丟到那個 應該是第二單元 第二單元裡面的話 那個 後面其實我都補充那個 TRAP DBT 因為最近 這個 這個 AI 滿夯的 所以現在只要課程裡面 只要搭配 TRAP DBT的話 好像 效果都還蠻好的 當然 也有其必要性 因為 大家其實說真的 沒有那麼多時間 學了一大堆東西 而且 可能Python還沒學熟 新一代的程式員又出來了 你可能 永遠有學不完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用AI來幫忙 我是覺得也是一個 還蠻好的一個方法 所以你可能還是要記得 可以試試看 像我就 請那個什麼 請幫我撰寫一個Python的程序 然後內容是什麼 有沒有 其實就是什麼 輸入年齡之後 然後判斷是否18歲成年之類的 類似 反正這個敘述 只要 你也不要寫得太模糊 我想應該 Charge Vee 我覺得他都還蠻聰明的 而且我覺得他的 理解能力 其實超過我覺得 OK 因為其實 我本來以為說 你如果寫得沒有很精確 他會看不懂 不會 還好 他切字部分好像蠻好的 而且我蠻擔心說 因為這個環境是 開發者是英文環境下開發 會不會有中文的問題 然後我還發現沒有 而且他寫出來的程式 基本上呢 就是符合我要的啦 但是他寫的方法 就是他會多寫一個main 就是他把它寫成function 其實你可以把function改回來就好啦 上面那個df拿掉 下面那個main拿掉 其實就是我們要的程式嘛 OK 所以他寫的其實 大部分都是我們要的 只是少部分 你把它去掉就OK了 沒有問題 所以可用性我覺得還蠻OK的 然後 甚至你可以 再把那個程式改一下 我們之前是直接輸入年齡嘛 那如果 底下我還會改 我想說 那你幫我 輸入比較年齡 輸入生日好了 那生日還有一個格式要求 輸入生日之後呢 你幫我做判斷 他還真的幫你寫出來了 底下的話 他還引用一個那個叫datetide的一個模組 的一個方法 就datetide模組裡面的那個datetide的一個function 然後呢 去判斷 當然輸入 你就輸入你的西元年一槓 月一槓日 OK 他其實也會幫你把那個結果 給呈現出來 我覺得好像還蠻OK的 但是一樣的問題 他會有一個main 這個main其實你可以把它拿掉 其實就可以變成我們之前的那種方式 就是 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我是覺得還蠻OK的 所以這個chargept部分 如果理論應該 大家都有用的習慣吧 沒有 有嗎 有用的舉一下手 沒有 這這樣 應該有吧 對啊 其實還蠻好用的 我覺得 如果以那個寫程式這一塊來看的話 其實是 真的 可以很好參考 另外其實Google也出了一個聊天機器人 他叫那個 Bard 就是 Bard B-A-R-D Google Bar 那這個Bar其實 他類似這樣去 可是我發現 Bard他寫程式能力非常差 你同樣的問題丟給那個Google Bar 他就是跟你講說這個他沒辦法 他看不懂 天啊 我覺得 那因為 表現機器人各有所長 你不可能說你什麼都包山包海 那你會想說那為什麼chargept很強 其實我在猜想 應該是背後微軟的貢獻是非常 因為 微軟把那個一個很大的程式庫 叫GitHub 有沒有 本來是free的嘛 免費的 他把它收并購了 然後把它商業化 當然他有free的部分 也有商業化的部分 那裡面的話其實就是 所有的工程師一律都會上傳到GitHub的程式 所以他等於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程式庫 那這個的話 目前應該Google比較欠缺的 因為最早我發現GitHub 突然微軟都把它併購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微軟要併購GitHub 我就覺得這 因為GitHub是屬於 算是免費軟體 它是一個 跟那個微軟的商用軟體的走向完全不搭 但是他為什麼要做這一步 而且好像很多年前做這一步 我就在想說其實微軟就開始佈局了 他其實至少十年前就開始在經營這個 這個chargept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是結果啦 所以他其實還蠻厲害的 因為這跟他們那個微軟的新的那個 那個執行長我覺得蠻有關係 因為現在 不管是微軟的執行長 或者是Google的執行長 現在都印度人 印度人在這方面真的太 這非常有天分 這程式部分 好 那 另外的話呢 這第一次上課啦 還有那個計算BMI 那我其實也用chargeGPT 也問他一下 請你幫我寫 真的OK耶 沒有問題 而且寫的程式的架構 基本上跟我寫的好像沒有差太多了 所以你們如果要這個 在chargeGPT裡面丟問題的話 當然第一個啦 你就是 如果要找chargeGPT 你就打Google打一個GPT就好了嘛 GPT嘛 然後 他會到OpenAI的這個網站 有沒有 然後你 像我之前就是 signin的時候 我是用那個 這邊進來 畫面太小 底下的話有一個 有沒有 這個chargeGPT的首頁 那裡面的話呢 你們可以找到那個 Login的那個 登錄的 這邊有個Login OK 應該 因為我的畫面可能 因為解析度關係 理論上 你們應該在上面可以看到Login 那Login的話呢 之前我是用Harmel 就是用那個Microsoft而看 我發現他每次都要有登錄 或者Email有登錄 所以後來我乾脆用那個 用Google 就是你先登錄Google之後 然後你就直接用這個選項 他就直接可以Login進來了 那也會把所有我之前做過的 那我直接選那個OpenAI裡面的那個 chargeGPT 的聊天機器人 那點進去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在那個 右這個 他有一些相關的訊息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左上角這邊 就有一個New Chat 你就可以 去輸入你一些問題 在那個Message裡面 他就可以Send給他之後 他就答案給你了 這不妨可以玩玩看 我覺得這可玩性 真的還蠻大的 因為剛開始會覺得 它是個玩具 就沒想到這個玩具還頗厲害的 那我很多程式 就是我基本上 我不用特別去找 因為他其實基本上 就會提供給你 蠻大的一個部分 很值得的 就是很好的一個參考 但是他的最大的缺點 也是第一個 我發現他程式 可能會有Bug 可能啦 OK 也就是我執行 但他跑完之後 他會直接可以讓我們 把那個程式有沒有 像直速這一題也有 其實你可以直接 這邊有個Copy code 他直接可以讓你Copy 或者上 之前我們做過的 他都會做一個Lock 做一個紀錄 所以其實我之前下過的問題 這邊都有 像之前的 這三角形 這個我們好像有講過 還有上面的 回圈嘛 這個是回圈 那像BMI這一題也是一樣 那我們如果要複製那個程式 就Copy code就可以了 他那個右上角還蠻貼心的 而且我發現 像我那個BMI的部分 因為BMI可能比較 好理解 所以我直接 我沒有特別解釋 我只有請他說幫我寫一個 Python程式 內容為輸入身高 與體重後 判斷BMI 就結束了 因為我想試試看 我如果沒有特別解釋BMI 他會不會理解 沒想到他很聰明 他還自己可能 繼續找 找過 BMI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直接幫我寫完程式了 程式底下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身高體重 請輸入身高 請輸入體重 然後啊 甚至 他的那個 這個邏輯判斷 有沒有 他這邊還有判斷 總共有過輕 正常 過重 有沒有 肥胖 有三種 這個好像之前跟我們寫的 基本上 幾乎一模一樣 那底下 Print的話 也是Format OK 只是他這個Format的寫法 是更精簡的Format 他把Format 把它擺在前面一個小 一個小寫F 就是Format 格式化 更簡單 OK 然後呢 就可以把結果輸出了 所以如果我 假設要Run的話 其實就是在右上角 按一下那個 有沒有 Copy more Copy more 按下去就可以了 他就Copy了 然後你要怎麼Run呢 你就是直接打開你的那個 Spyder 然後直接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等下我的Spy Spyder我重開一下 那Spyder你就 再new一個新的 文件 然後把程式貼上 那再Run 欸 理論上我發現還蠻OK的 比想像中 來得更 更好一些啦 但是不是完全沒有問題 他問題其實也不少 像是 他寫出來的就一定是Function 可是跟我們寫之前寫的不一樣 因為他開頭是DEF 各位你們應該有印象嘛 這邊 有沒有 這邊他開頭是都寫成DEF 那DEF開頭的話在那個Python裡面的話 就是寫成一個Function 那Function的話就會有 就是呼叫這個Function 然後會有傳職跟Return的這種關係 可是你說 我不要寫那麼複雜 我只是想要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我幹嘛寫一個Function 當然你要改 其實你就 但你可能要有這個改的能力啦 我覺得第一個 所以你第一個一定還是要具備有 修改 Python程式的能力 改成你想要的那個樣子 第二個的話他可能會有Bug 所以你可能還要具備有 除錯能力啦 OK 所以呢 如果有這麼好的輔助工具 但是不是說就是你 什麼都可以不用學 不是喔 也就是他其實充其量 還是一個很好的輔助工具 他並不是要取代你喔 OK 你說以後AI會不會取代我的工作 當然我覺得再發展下去喔 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可以更完美嘛 但目前他還不完美 所以喔 你必須要自己知道他有哪些不完美的地方 你要自己去 怎麼講 自己去 去去去去把它那個稍微補足一下 其實所有的產品都一樣嘛 剛開始一定都不好用 可是到他成熟之後 你就覺得 這像汽車有沒有 汽車工業發展到現在超過一百年了啦 福特有沒有 一百 搶上一百出頭 一百零一百零二年 那剛開始的 車子就一大大問題啊 而且以前的車還是 這個手排車嘛 還要自己打檔 還有離合器嘛 有沒有 那現在車其實甚至還有自動駕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所以喔 AI如果再給他一些時間 以後 恐怕很多地方就會更加完善 那目前他這個Charge GPT免費的版本是3.5 可是喔 如果你要 有沒有 他這邊上面有顯示 Default是GPT3.5 但是他有一個新的版本 叫Upgrade to Plus有沒有 在左下角這邊 有一個New喔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要更完備的 產品的話 免費的 就是左邊的 那如果你要更厲害的喔 OK就是 比較沒有問題的喔 那就是喔 要付這個錢啦 叫USDollar 現在應該32了吧 大概要一個月要640 每個月一個月每個月都要給20美金啦 OK 當然如果你的用需求蠻大的 你會覺得值得啊 因為這個跟你工作 很有關係啊 他可以幫你做很多的設計的話 提供給你很多的idea 你通通都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640算 算起來我覺得是划算的 但是如果假設你沒用那麼多啦 或是你剛開始時間局用3.5就OK了 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啦 那大家我 這是機器人 對 這是聊天機器人 但是他 對 但是他目前 我是覺得已經做的還蠻好的一點 就是第一個啦 就是寫程式這一塊 其實已經還蠻OK的啦 第二個我是覺得寫報告也蠻OK的 請你幫我寫一篇什麼什麼什麼的題目 還限制他集五百次好了 他真的寫得很厲害 像我那一天我就給他 那我就寫一個文章 他也會回答邏輯的文章 對 而且他還會什麼首先 其次其次然後結論是什麼 我覺得很厲害 對 比如說寫一篇什麼 糖尿病實習心得報告 我就說 請你幫我寫一篇 五百次的 糖尿病實習心得報告 太厲害了 我不知道他怎麼來的 他就是深度學習吧 他其實是有思考能力的 對對對 他當然東湊西湊啦 只是說他湊出來 他也許是抄襲 但是不會像別人 是像論文一樣 馬上被抓到 從頭抄到尾 他會有變化的 我不知道啦 不然你們可以把這個報告看 複製貼到Google裡面查查看 是不是會跟人家一模一樣 如果沒有一模一樣 那表示他是原創的 OK 所以這個 但是理論上 他應該是原創性滿 因為他是所謂的 AI的那個 深度學習 所做出來的 應該知道要改一下用詞 對 他整個都是組合的 組合但是只是會改一下用詞 我之前看過 老師我之前看過 有一個人問他有邏輯的問題 對 比如說他說有一個房間有三個殺手 對 然後有一個人 他直接講有一個人 走進去殺掉兩個 對 請問還有剩幾個殺手 兩個 因為那個殺了之後他也變殺手 他有答對嗎 他有答對 對 他不是直接單純寫三個 他會說還剩兩個殺手 所以其實那個 那個CHARGE GPT其實是真的是有深層的思考 而且他不是說 他之前還有人說 會不會有可能是在背後有很多工程 工讀生 每天幫你回答問題 哪那麼多人 哪那麼 對 所以 也不可能那麼快 而且他是馬上給你一個回應的 OK 所以 其實說真的 不太可能做這種 他目前已經算是超過我們能想像 因為 他已經算做得還蠻好的 我剛開始以為是玩具 突然給我一個 真的還蠻OK的一個答案的時候 我會覺得嚇一跳 而且他最重要是他才剛出來而已 OK 就已經馬上有那種有點是爆炸性的一個創新革命了 所以 他這個影響應該是有點像是十幾年前網路新奇那年代 的那種一個爆炸性 一個算是破壞性創新吧 然後讓大家聚心 所以那時候不是大家覺得 只要網路通通是好東西 所以只要網路公司 通通都 都一大堆金主願意 給錢給錢 那時候當然有一個泡沫 就是那個網路泡沫化 那原因也是一樣 所以現在AI不也是一樣 股票只要跟AI有關的 莫名其妙就漲了一大堆 有沒有 漲了莫名其妙 那也是可以理解 因為 大家對這個其實有一個期待 OK 所以也許 再過十幾年之後 AI 那應該不得了 實際運用出來 就跟我們十幾年 看十幾年前的網路時代一樣 十幾年前你會發現 那時候還有人問我 上課的時候說 老師我到底要不要學網路 這 當你現在從 你如果從 這問題還要問嗎 對不對 可是問題當下 就像現在我問你說要不要學AI一樣嘛 你會覺得這東西到底跟我們沒有關係 可是漸漸你會發現身邊到處充斥 跟AI有關的話題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如果沒有跟進 那我就被 被拋在後面 被拋在後面 你就跟人說 就像現在不會用網路的人 那 真的 對 很多東西非常不方便嘛 像老人家 你說真的 他不會用網路 甚至不用手機 對 然後他就會非常 到處就很不方便 但會的話很簡單嘛 就不會鬧出一些 很好笑的一些 使用上面的問題 那當然你回頭看 網路時代剛新起的時候 那個硬體設備 我那天看一些電影 那個 還有像數據機播接 那個年代啊 我還聽到那個很熟悉的聲音 播接那個聲音 然後播上去了 OK 然後覺得好懷念那個聲音 那個數據 如果你們 你們有那個年紀的時候 我沒聽過 你沒聽過嗎 這個 你聽到什麼 這個 播號 哎呦 那個什麼 MODEN MODEN MODEN那時候還是什麼 14.4K啊 28.8K 那個是K不是MP 是K哦 對 然後 那可是 你會發現那時候 也是用得很開心啊 每天晚上睡覺 還是掛網 你幫我整天都在罵 可是問題 你現在流量變大之後啊 反而好像你就不用等 好像變無聊了 因為以前很多時候都在等 對 那現在因為不用等 反而好像 但是可能又改變一個 所以像我昨天看那個 好萊塢可能快倒了 為什麼 因為被串流沒的 Netflix有沒有 幾乎因為他通通對他賺 但是他不分潤給 那個好萊塢的拍片 對 所以變成說 這種遊戲規則變成說 他說了算了 他等於整個顛覆了 所以你說網路 那以後 十年之後 AI到底會有什麼改變 不知道 但是可想而知 他基本上就是 破壞性的一個創新 然後就是一個革命 以前不能這樣做的 突然有他之後 他改變遊戲規則 那個產業變成說 以前就是那一家獨當 好像第四台那時候 現在誰才看第四台 算是有老人家 YouTube 或者是像那個電視一樣 現在電視都有遙控器 像遙控 你只要最近買的電視 一定都是那個Android TV 那上面都有 什麼按鈕都有 像我們家也每天 現在已經完全不知道 什麼叫第四台了 第四台已經變成一個歷史名詞 對那其實未來 這個發展其實 是很難想像的 但是如果我們 從現在看過去 再回推回到未來的時候 其實你會把這些東西的 應用面 我覺得就是 可能沒有那麼單調 不是只是Focus在技術 我覺得很多東西可以再思考 好 當然我不知道這個 TRAG-BTC 對醫療上面是不是很厲害 如果有的話 就是你可以問他一些問題 然後他可以幫你解決 那就太厲害了 但是目前 遙控器器人 絕對不是這個萬能的 他可能某部分很強 但是某部分可能 其實沒有那麼強 那當然我不知道 不過目前我看到的那個部分 程式部分其實是 還蠻OK的 蠻值得去使用 沒有人去探討說 他到底怎麼做到的 因為其實很多大公司都有這個 都丟一大堆東西進去全民 但是他就是沒有辦法 像TRAG-BTC 他已經相對精準的回答你的東西 對 那像Google啊什麼 你丟進去回答一堆 就網路訊息出來 對啊 就是說沒有 而且甚至他沒辦法回答 像那個Google 那我在猜啦 那OpenAI的謎好 當然啦 這個就是他的 他賺錢的商機密 那個LEED不是被Apple發動 之前好像LEED的OpenAI那個人 最近還被Apple發動 反正他現在金銅了 他等於是太自首 但是我自己猜啦 因為我看到了 雖然大家都OpenAI 但實際上我看到的是微軟 對啊 因為其實微軟才是最大的引誤者啦 因為沒有微軟 這麼大的公司 絕對不可能像OpenAI這麼小 對 因為他等於說真的 說出來他就幾個人公司啦 對 而且剛才他們主要目的其實是非盈利 像那個特斯拉那個老闆他也在 MAX也在裡面嘛 然後他離開 他剛開始的訴求就是我們要發點AI 對 他其實不太想要商業 後來他其實商業化 我在猜其實最大的 背後的除了金主 有沒有 微軟說他好像至少貢獻了1億美 所以我覺得不只啦 對 而且我剛剛有提到那個 為什麼程式可以寫這個 背後一定要有非常大程式資料庫 那網路上目前最大的程式資料庫就是Github 叫Github 就是如果你們有寫程式的人會比較知道 如果沒寫 叫GIT Hub就是HUB 你們可以搜尋一下 也就是說所有的那個工程師寫完成式 都一定會備份一份到那個Github上面 而且上面其實還有很多的說明文件 還有解什麼都非常詳細 對 然後 所以這個應該是有關聯性 然後 那這邊的話 對 特別要延伸 因為這個 也剛好是最近我 這個新的課程 因為我課程裡面也有 要包含那個 就是 就是 所以順便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個部分 那所以第一次上課大概就講得蠻短 第二次上課就九成八表 然後就 那個三角形 光三角我們做了很多的變化 甚至我也試了一下 真的也OK 而且跟他講說要輸出幾個星號 他也OK 而且寫出來程式 叫他寫4回線也可以 叫他寫壞回線也可以 其實如果你們要看 我雲端白板上面都有補充 那等於是這個講義沒有 但是雲端上面的下方都有 當然如果可以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花一點時間 透過ChargeVT是學習 我覺得會比你不用ChargeVT的方法學習 我覺得對未來你在寫程式上面的輔助 會多很多 就有點像我舉例有點像你出國旅行 你如果沒有Google地圖 我覺得說真的 Google Map不好 如果你有Google Map說真的 如果像日本 日本比較文明一點的國家 都沒有問題 甚至它的公車 這個新幹線這樣 它上面其實都有 而且本身還有羅盤 有沒有 你還不怕地下室還迷路 而且還有街景 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先看過 像我暑假也有去日本一趟 現在感覺好像真的只要Google 根本完全不用問人 有那個學生 你去日語好不好 我根本完全沒有不需要跟日本人對話 上面都有了 我幹嘛 他說你要不要問 我說不用問 上面都有訊息 我幹嘛問 而且我其實 出國前都會做很多功課 而且有時候可以用ChargeVT問一下 也會有旅行方面的訊息 我覺得他也蠻厲害的 比一個導遊還厲害 導遊懂得還沒他多 你比如說問他說哪個景點 跟哪個景點的比較 因為可能時間不夠 你可能沒那麼多時間 那到底有時候糾結 到底哪個地方比較OK 他會跟你分析 如果你是什麼年齡的 適合去哪裡 你去什麼 然後你去哪邊得到什麼 優缺點還幫你分析一下 好厲害喔 所以 等於是說以前可能沒辦法做到 或者你真的要找個專家來問的 這種 突然AI都可以幫你解決了 所以以後我發現可能會衝擊比較大 是各個層面的家學者 以後可能都會面臨挑戰 像醫療好了 醫生好了 說那你去看 掛個號 像我的習慣 我還要先把那個 我要跟醫生講的先條列 直接給醫生看 不要浪費他時間 不然他沒那麼多時間問你 他會希望說趕快把你解決掉 為什麼那個人家國外都很早看醫生 在台灣你進去兩句話就出來了 還要找了 對啊 可是國外就你自己去藥房 買個家 所以這個 而且如果像我們還比較會整理訊息 比如說可能我哪邊不舒服 而且我家裡 比如說我體溫溫度幾度 我可能比如發燒 發燒幾天 我可能每天要紀錄 我還直接給他看 他可能比較知道我的問題 然後他才會做下一步的處置 但問題如果你沒這樣做 他可能就想要 阿爸你先給你開一個這個退燒藥 你先回去試試看 可是問題如果你假設有一些急症的話 那回去退燒不是更嚴重嗎 OK 所以 剛剛有特別提到這個部分是剛好 我覺得如果你們在未來進階的應用上面 假如說 因為進階的應用真的難度會比入門還要困難很多 而且我們前面的程式基本上都是已經預算好的 然後狀況也比較少 那如果有一些狀況發生 你要怎麼處置 我覺得反而後面的部分你們應該學的 就是怎麼樣去做一些變化 不然的話 說真的 你這樣即便學了程式 你應該也不會寫 也不會用 的機率還蠻高 我發現很多人 常會問說 老師我學這麼久 但是我還是不會寫 那 這有點浪費時間一樣 對不對 所以學了之後 你要去想說怎麼用 OK 不然的話 真的也蠻浪費時間 所以學了一定要用 如果你學了之後不用的話 一定要忘記 很快就 什麼都 所以你就是一個工具 充其量 你就把工具用到最好 那你怎麼樣 使用這個工具 那有一些輔助 輔助教你怎麼用這個工具 那不是 或者甚至 直接就給你一些現成的程式 那你當然 不過剩下的還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能還是需要會修改 還是需要會出錯 OK 因為有BUG 所以目前好像如果有 AI輔助之後 應該下一階段 可能就是 這兩點會是比較 迫切的啦 OK 那再來基礎一定要打好 你不要說 基本的東西都還不太熟悉的話 那第三次上課的部分 其實最後我們是講到那個 應該是 什麼 這個猜拳 這個有講的嗎 然後 還有那個猜數字遊戲 那其實猜數字遊戲 我雲端上其實也有 是問他怎麼寫 不過我後來發現 他寫的其實是不錯 只是說他寫的邏輯比我複雜 因為一個程式 不是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那目前我看到他寫的好像 就是程式碼會比較複雜 不過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至少得到結果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最後一次好像有講到那個 外部的輸入 那目前好像在Python裡面應用 你們如果去坊間去看相關書籍的話 有兩個趨勢 一個趨勢就是結合QPT AI部分 去學習Python 另外一個趨勢就是Python 如何跟目前最常用的Office結合 Office用的最多的跟Python沒有關 就Excel 也就是說Python怎麼跟Excel做結合 不然的話很多人說 老師我做好了 可是我資料怎麼樣拿到辦公室用 他還在他程式裡面 我取不出來 那等於又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同學好像比較常問說 老師那我怎麼樣結合Excel 可以做出應用這件事情 所以這部分其實我也有補充啦 所以剛好新的需求 我都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 所以我們這個講義是之前就做好的 那就是這兩個部分 就沒辦法補進去 所以新的 那可能就請各位看一下雲端的位置 那這個部分的話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那個網址就是那個 那個GG.GG嘛 斜線 OK